千骏万马来相见 一群小狗快速往外冲 它们急着去抢别人的奶喝 狗妈都懵圈了 哪里来的小狗 长得比自己还肥 一口气就来了七只 正在怀疑狗生呢 自家的娃早被挤出去 这时女主人来了 结果她也被围住 她说家家太可怜了 被一群比她还大的奶狗敲诈 自家孩子却饿着肚子 再不出手相救的话 是要被吸干的 原来这里有七只小拉布拉多 它们每天过来抢奶喝 狗妈每次都是生无可恋的表情 委屈的想哭 主人大声叫小黑 希望狗妈能来带自己的孩子 这时突然冲出一只拉布拉多 一群小狗马上围了上去 原来这只狗妈带娃都在摸鱼 自己孩子不管 整天在外面潇洒 小狗们追着狗妈 但小黑却凌空跳起 从台阶上跑走了 小狗望穿秋水等着妈妈回来 一双双饥饿的眼睛 狗妈在院子外玩 就是不回家带娃 小狗八周大了 从天使变成了恶魔 拆家起来一点不舒哈是其 又一包抽纸要沦陷了 接着他们拉着桌布 一大包面粉翻倒在地上 狗妈看到孩子们玩嗨了 她居然也加入了拆家队伍 小狗们把面粉当成了奶粉 吃得津津有味 撒得一地板都是 狗妈是个吃货 她也吃起面粉起来 突然女主人回家了 看到家里一团糟气坏了 抓住小黑就是想揍一顿 小狗们趁机喝了一口奶水 狗妈一脸委屈 为何受伤的又是我 女主只好带着小狗去清洗 他们却咕咚咕咚喝水起来 没想到两个月大的小狗 就很叛逆了 主人的手都敢咬 女主人抓住狗头说 谁没当过妈呀 能不能管好你的孩子 小黑垂头丧气躺着 娃给你生了 还要我来带呀 找保姆去吧 要不塞回去得了 这时帅气的兽医来了 狗妈很喜欢她 接着兽医挤了挤 狗妈居然没奶水了 原来小黑已经到了燕奶期 至少是半个月了 这就难怪狗妈逃避喂奶的原因了 小狗喝不到奶水就要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为每天偷喝别的狗妈奶水 小奶狗都胖嘟嘟的 但牙齿已经很锋利了 他们很容易咬伤狗妈的肚子 特别是缺乏奶水时 结果兽医还发现了狗妈肚子上的伤口 很明显是被小狗咬伤的 伤口的疼痛 让小黑有了厌烦喂奶情绪 医生建议给小狗打造个乐园 消耗狗狗的体力 于是主人就在院子里 打造了一个狗狗游乐园 还买了不少玩具球 小奶狗们似乎都非常感兴趣 到了游乐园后 马上就开始嗨起来 这的确是很能转移小狗注意力 接下来主人放出狗妈 效果非常好 小奶狗都不缠着妈妈了 都被这些玩具吸引住 而且小黑也对这些玩具很感兴趣 跟着孩子们打闹起来 他正咬着球跟小狗打闹 不过小狗也该断奶了 就是隔壁邻居的小母犬 很可怜 自己奶狗都不够喝 还得喂养一群偷奶贼 个头比自己还大 小黑这下里开嘴笑了 感谢兽医的建议啊 终于是解脱了